温肯尼穿女装变身周小韩。 曹燕豪流淑红强文女神香。 还是,东森狮子王强大虽细意杀青,但演员与剧组间仍有助好感情。 剧组也将于明日期举办该剧的戏服二手拍卖活动。 曹燕豪、刘淑红、温肯尼的ATM三人组更特意元宵节的今天带元宵到场探班。 三人一到现场看到许多充满回忆的戏服画匣子大开,曹燕豪笑说因为杀青和过年所以都还没机会回来,本来想说顺便帮忙整理。 结果每拿一件衣服都有回忆完全没办法专心,刘淑红立刻搞笑接话没关系我们靠过戏服再走,这样粉丝来买都还有温度。 温肯尼一听做事拿起周小韩的衣服就要穿上,引来现场一阵大笑。 杀青后接触过年,曹燕豪撑住空档跟友人开车团导,立刻被刘淑红追问是协伴的意思吗? 吓得他赶紧澄清是从幼稚园起就认识的男生朋友啦。 刘淑红则是在家中餐厅帮忙,日前曹燕豪,周小韩,杨靖等主演更相约去捧场,他感动的说而且不止狮子帮的大家来探班,还有许多中南部的观众粉丝们特别给上来吃。 温肯尼则是开心表示,因为这部戏让我被更多人看见,演出后也多了许多工作邀约,所以真的很感谢。 三人也边整理边介绍每件戏服幕后的趣事,戏里都喜欢周小韩的他们,一看到女生的戏服都瞬间超激动,还一拿起周小韩的衣服就闻直说是薔薇的味道,被剧组亏说都像周小韩像疯了。 温肯尼更接连穿上周小韩与杨靖的戏服,和曹燕豪、刘淑红分别重现薔薇、得铁CP的经典浪漫场景,画面搞笑。 一岛南庄区更是被激起购物欲,每人都先扫了几件自己的戏服回家。 而最新一集剧情中,在一起后便不断放闪的薔薇CP,更是闪到被发好人卡的刘淑红面前。 周小韩直呼自己完全没办法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爱面子,我无法在认识的人面前晒恩爱,但有一次坐在男友大腿上撒娇意外被朋友撞见,光是这样我都觉得超尴尬的。 但看似霸气的他也曾为男友下厨,并曾做过贴满回忆照片及装饰的礼物,害羞大笑说现在回想其实很像粉丝们做的那种姻缘版。